法國巴黎發生大規模爆炸 有三十七人受傷 其中四人命危 可能還有兩人失聯 爆炸的大樓是正面坍塌 初步懷疑是瓦斯氣爆造成 前方這棟大樓冒出大火與濃煙 它的正面坍塌 地面有東西散落 可以想見爆炸威力強大 這起爆炸造成兩棟建築倒塌 爆炸發生在第五區聖雅克路街 一棟建築內 是巴黎熱門觀光景點拉丁區 受到許多學生的喜愛 爆炸的真正原因尚不明朗 當局部署數百名消防員救火 並封鎖該區 警告不要靠近 內政部長傑拉德達馬南表示 秀炭犬在瓦力堆中聞到一些味道 不排除找到遺體或幸存者 公視新聞黃日靈畢儀